航空母舰作为各个国家海军部队的王牌武器之一 成为很多国家追求的主流装备 就连中国也不例外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和奋斗 如今已经坐拥两艘航空母舰 其中还包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舰 此外 两艺舰和山东舰的舰载机军为舰阳5为主 要知道 该战机属于单左双发四代半舰载战斗机 搭载两台涡扇发动机 单台最大推力达到了117千牛左右 最高飞行速度大约在2.4马赫 最大航程为3500公里 此外 舰15的最大起飞重量达到了32吨左右 要知道 美国海军现役的超级大黄蜂F118舰载机的最大起飞重量 也只有29吨左右 可以说 舰15堪称全球最大重型舰载机 并且该战机的打击能力也是十分的强大 举其舰15拥有12个导弹外挂点 可以搭载霹雳系列空空导弹 鹰机系列反舰导弹 航空炸弹等多款导弹 要知道F118实用声线只有15000米 最大航程只有2300公里左右 相比之下 远不如舰15这般强大 意味着在打击方面 F118也不如舰15 毕竟前者仅拥有9个外挂点 而后者拥有12个导弹外挂点 根据了解 凉银舰的大约可以搭载24架舰15 山东舰能够搭载36架舰15 反观美国麾下的福特级航母 舰载机数量达到了75架 这一点远不是中国航母可以相提并论的存在 然而数量并不能决定战斗力 要知道无论是航程作战半径 载弹量 F118均不如舰15 甚至可以说两件的打击能力 丝毫不比福特级差 之所以美国航母的舰载机数量如此之多 完全是因为中国航母采用华越式起飞 因此必定会占据大量的面积 再加上双方排水量的不同 航母的长度也有很大的差距 比如说福特级航母的长度达到了337米 而山东舰只有304米 山东舰大约在315米 为此加班的容积也是十分的有限 值得关注的是 如今中国在电磁弹射领域 以及核反应堆方面均有着巨大的成就 为此有可能下一艘国舰航母会搭载电磁弹射 当然也不排除将核反应堆安装至航母之上 即使中国航母有望跨入核动力序列 舰载机数量也会有所提升 毕竟电磁弹射和核动力同时加持 航母的机库容量和长度又会有所上升 意味着中国航母的打击能力也都会得到提升